我们这次要勾的是地板袜 这次的地板袜的长度 是以我自己的脚的长度来勾的 然后我的脚的长度是24公分这一段 然后我这边起针的时候 我会以23公分来算 因为我比较喜欢穿稍微宽松一点的地板袜 24公分的长度的话呢 喜欢穿服帖一点的可以剪掉两公分 那我比较喜欢穿宽松一点 我剪掉一公分 让它变成23公分 前面这一段是脚尖的位置 脚尖的位置的话 很多人勾的时候会勾成一个尖的 缝合的时候它就成为尖的形状 这边尖尖的 穿起来一来不好看 二来不好穿 所以我会把它做一个加针的动作 然后记得缝的时候 然后我们脚底板这边的长度 这边也是脚底板的长度 也就是一边左边一边右边 然后脚后跟的是在这个地方跟这个地方 大家量尺寸的时候就稍微注意一下 脚后跟这边的话呢 是8公分的长度 我会再加上5公分 5公分的话是作为这个侧面 也就是弯进来这个地方 左右边各加2.5公分 它这个脚底板才会好穿 然后我们现在就直接勾这一款地板 我用的勾针是7号的勾针 也就是5.0mm的勾针 颜色我会搭配白色的 紫色的跟粉红色的 好我们一开始我们要先起针 我们起针的时候 把线在手上先绕好 然后勾针拿过来 我们先勾42针的锁针 从这个地方开始 先勾一针锁针起针 然后接着勾42针 从这边 接着我们勾第一行 第一行的话就是这边的这一行 这一行全部勾的是长针 然后我们先勾三针锁针 然后现在勾针上 然后绕一圈 我们可以看到 一二三这三针锁针 我们从这一针开始勾紧 我们把线勾出来 然后第一次结束 第二次结束 同样再绕一圈 从旁边这边到第二针 线勾出来 然后同样结束再结束 然后再绕一圈 再勾出来 结束再结束 我们把这一整行勾完 然后也就是反过来 我们因为起针等于从这边过来的 再反过来到这边的时候 我们会加针 我们先把这一行长针先勾完 四二 我们这边四十二针 包括一行起立针在内四十二针 然后接着我们勾三针锁针 然后翻面 然后翻面 翻面的时候 我们这边开始 勾的方式跟第一行有点不太一样了 我们先绕一圈 从前面也可以 从后面也可以 我们从后面好了 从后面 勾针穿过来 再从前面这边 穿到后面 然后把线勾出来 然后结束 再结束 我们同样 现在勾针上绕一圈 从前面 把线勾出来 然后结束 再结束 线绕一圈 从后面 我们一针从后面 一针从前面 如果不喜欢这种花样的人 也可以自己换自己喜欢的花样 因为我觉得这一种花样的画 它弹性会比较好 如果使用短针勾的话 也是可以 但是画质会变得很硬 好 然后接着从前面 然后从后面 接着 我们这一行都是用这种方式 一针前面 一针后面的 我们把这一整行勾完 最后的时候 我们会加两针 我们先把这边勾完 勾到最后 我们再告诉大家 怎么加针 三九 四十 结束 再结束 然后四十一 四十二 我们这边四十二针 已经勾完了 可以看到一针在下面 一针在上面 然后接着我们要做这边的 一加二 要加三次 我们这边是第一次加针 我们现在勾针上到一圈 好 我们同样在这个地方 我们把线勾两针出来 因为我们已经勾了一针了 我们要加两针 一针 然后同样这边下去上来 两针就加出来了 然后接着 我们勾三针索针 一二三 到上面这一行 上面这一行我们也要加针 我们就在这边 第一针跟第二针的中间的这个地方 绕一圈 勾一针出来 加一针了 再绕一圈 再勾一针出来 加第二针了 我们这样子的话 第二行加两针 第三行加两针就加出来 然后接着我们要勾这边的了 我们同样绕一圈 我们如果不会看的人 可以看这边 这一针下面的 这一针上面的 这一针下面的 这一针上面的 我们从前面 把线勾出来 线绕一圈 从后面 把线勾出来 然后接着 上面的 恢复到原来的一针 勾前面 一针勾后面的 我们把这一行勾完 再回头到下一行的时候 从这边勾回来 我们到这边的时候 我们再加最后一次的 加两针 我们把这一行先勾完 我们这边是第三行的 最后几针 我们把这边最后几针勾掉 然后再往上勾 第四行 好 这边 后面的 前面的 大家只要记得注意 一针勾后面 一针勾前面 好 绕好了之后 这边同样 我们可以看到 这边是起立针的 我们也要做一个后面的 后面的勾上来 然后同样 勾三针锁针 一二三 翻面 翻面之后 我们同样 现在勾针上到一圈 从后面勾上来 结束 再结束 这边是第四行的 然后我们把第四行勾到最后 这个地方的时候 我们再来做最后一次的 加两针的加针 我们先把这边这一行的 先勾完 我们这边是第四行 最后几针了 我们把这边最后几针勾掉 后面的 结束 再结束 然后接着前面的 结束 再结束 后面的 都出来了之后 结束 再结束 我们这边还要再加一次两针的 我们同样 绕一圈 就在这个地方 中间的地方 这个地方 我们把线勾上来 加了一针 然后再绕一圈 再加第二针 我们这样加针 就全部加完了 从这边可以看到 一加二要加三次 我们三次都加完 一次两次三次 这边是我们脚尖的部分 然后我们这边同样勾三针锁针 一二三 反过来 然后我们绕一圈 我们从这边往前算 前面的 这个后面的 我们针就从后面 勾上来 然后结束 再结束 绕一圈 可以看到前面的 勾上来 结束 再结束 这样就不会错了 然后我们把这一行勾完 背面再勾一行 因为我们颜色是会要换色的 我们深的颜色 也就是紫色的部分 我们会织六行 我们这边 一二三四四行了 所以我们接下来不加针 我们就照着 前面一针 后面一针的勾 再勾 这一行勾完 背面再勾完 到这个地方的时候 我们再来做 袜子的换色换线 我们先把这边两行勾完 也就是总共要紫色的部分 勾六行 针勾掉 后面的结束 再结束 然后前面的结束 再结束 后面的勾上来之后 结束 再结束 我们这边要换线 我们换线的方式 同样 我第二种颜色 我用的是白色的 大家也可以一个颜色 直接勾到这个地方 这样子勾到这边的话 就是12行 因为我想让它有点变化 所以我会用白色跟粉红色的搭配 我们这边先勾一针上来 我们这边可以看到 我们有一条紫色的线 跟一条白色的线 我们把线绕上来 放在这个中间 然后我们把线在手上绕好了之后 勾一针锁针 然后我们把紫色的线拉紧一点 它这样子就不会爆线了 然后再勾一针 这样我们就三针了 然后我们把紫色的线剪断掉 好我们把这边紫色的线剪断掉 我们用白色的线勾好了之后 我们可以看到这边 1 2 还有一个 我们可以看到这边 1 2 3 3针了 因为我们第一针有勾了一个 紫色的线 然后我们反过来 然后同样绕一圈 我们这一针是起立针 然后接下来这边是后面的 我们就从后面把线勾上来 同样继续勾 一针前面的 一针后面的 好 这一针前面的 然后接着后面的 我们把这一行勾完 勾到这边的时候 勾完我们再来换红色的线 我们先把这一行的 先勾完 这边也就是第七行了 我们白色线已经勾到最后几针了 我们把这边最后几针勾掉 然后我们就要换线 这边后面的 好 前面的 后面 然后结束 再结束 然后接着我们把红色的线拿过来 从这边先勾一针出来 然后我们这边手上白色的长线 跟短的红色的线 我们放到后面去 然后我们用红色的线 红色的长线去压它 把两针三针 然后我们把白色的线剪掉 然后把线在手上绕好 好 背面这边我们同样线在手上绕一圈 从后面可以看到从后面把线勾出来 结束再结束 然后前面的线勾出来了之后 结束再结束 然后后面的 我们同样这一行红色的线 我们是前面一针后面一针 我们同样把这一行勾完之后 我们再换回白色的线 我们先把这一行红色的线先勾完 我们这边粉红色的线也已经勾到最后了 剩下最后几针 我们把这边最后几针勾掉 然后接着就要换回白色的线 好 这边前面的 然后后面的 后面的这一针起立针 我们也同样要做一个后面的勾出来 然后我们把白线拿过来 从这个地方同样勾三针出来 一 然后把这边的红色的线 跟我们刚刚这一条白色的短线 放到上面去 同样我们用白色的线去压这两条线 然后勾第二针 第三针 把白线拉紧 它就不会闪掉了 同样红色的线我们把它剪掉 因为我们不需要了 好 我们把红色线拉开 接着同样我们把纸片翻面 翻到这一面来 然后同样在勾针上绕一圈 从后面线勾出来 然后两针结束掉再结束掉 然后前面的一针 然后结束再结束 然后后面的结束再结束 我们这一整行全部勾白色的 我们把白色的勾完之后 要换回紫色的线 我们先把白色的先勾完 我们白色的线也已经勾到最后几针了 我们把这边最后几针勾掉 然后再把白色的线剪掉 换成紫色的线 好 这边前面的 然后后面的结束再结束 然后前面的结束再结束 然后我们把紫色线拿过来 紫色线拿过来 我们同样从这个地方先勾一针锁针出来 第一针 然后同样我们线拉长一点 然后把紫色的线跟白色的线 放在长的紫色线上面 然后线绕好 然后勾第二针 第三针 然后把白色线剪掉 然后接着我们翻面 到背面这边 同样现在勾针上绕一圈 从后面把线勾上来 然后结束 再结束 然后到前面 勾上来 结束 再结束 再从后面 同样一针后面 一针前面 我们要勾两行 线在这一行 然后再勾 从背面再勾一行 总共勾两行 两行勾完之后 我们再来换线 我们先把这边两行勾完 我们这边已经勾到 第二行紫色的最后几针了 我们把这边最后几针勾掉 要换到白线 好这边后面的结束 再结束 然后前面的结束 再结束 最后一针后面的结束 再结束 我们勾到这边也就是这一块 通通已经勾完了 然后接着就要勾这边上面 这一小段 这一小段我们从这边勾过来 要勾24针 会是13公分 然后我们同时要换成白色的线 白色线换法跟我们刚刚前面换法都一样 先拿过来 先勾一针锁针 然后把紫色的线跟白色的线放上去 白色线从下面抓出来 然后再勾第二针锁针 然后第三针 同样把紫色线剪掉 我们紫色线就不需要了 然后我们从这个地方翻面 翻面同样 我们线在钩针上绕一圈 从后面把线勾出来 结束 再结束一针 我们接着从这边勾过来 要勾24针 不包括这一针的起立针 然后接着绕一圈 再勾一针 第二针 然后三针 四针 五针 六针 二十二针 二十三针 二十四针 然后接着我们从这边勾三针 手针上来 一二三 翻面 然后接着我们就从这边继续 一针前面一针后面的 我们这一段也同样要勾13公分 离我的密度会是12行 也就是勾12行白色的 我们把12行白色的勾完 然后再来缝合 做这个地板挖的结束 我们把最后几针勾掉 然后就要来缝合了 这边最后的了 前面的 然后后面的 然后前面的 然后后面的 然后前面的 后面的 然后结束 再结束 我们这边 把线勾一点出来 然后 把线剪断掉 大概剪个 两个磅增长就够了 我们剪断掉之后 把线从这边抽出来 然后接下来我们到正面 我们接下来要缝合 缝合的时候可以看到 我们这边是斜的地方 也就是 涂样的这个地方 我们缝的时候要注意 一次要往后缝 折的缝 缝成这样 一次要往前 折的缝 因为我们花样的 关系 要让花的这个 在外面 我前面的这一支 是往后面缝的 也就是 我是 前面刚刚的这一 我们前面这一支 我是往后对折缝的 缝合开始的 那这一支 我们不能往后 我们要往前 这个斜的地方 往前折 它袜子的样子 才会出现 然后我们缝的时候 我们要记得 我们先缝 袜子的底部 这个先拿开 我们准备 我们准备一根缝毛衣的针 我们刚刚有预留这一条线 我们把这一条线拿过来 穿上 我们不要使用什么针对针的缝合 我们缝的时候 我们缝的时候记得 在正面的地方缝合 现在这个地方 我们从这边先下去 上来 因为我们这边是针的地方 可以看到一针一针的 这边是直的 一边是针木 一边是航木 所以我们不能按照针对针这种缝法 我们就直接把位置固定的缝 从这边第一针到隔壁 也可以在背面使用斜针缝 那我是习惯在正面 用这种 我现在的这种缝法 这边下去 然后到这个地方 等于是这一个长针的 顶端的地方上来 然后下去 上来 可以使用一针半 这边使用一针半 把位置固定 然后再从我们刚刚这边 下去的地方 下去上来 然后再从刚刚我们这边的这一针 往前 我们就用这种方式固定把它整圈缝好 一直缝到前面的这个地方 斜的地方先不要缝 我们只要缝到这边 我们把斜的地方 我们要把它做成一个圆圈圈 我们就用这种方式缝 先把它缝这边缝完 缝到这个地方 我们这边已经缝到最后了 已经快要到我们放针的地方了 这边还有一小段 这边 从这边上来 这边就是放针的地方 加针的地方 从这边过来 然后我们从这边 接着开始我们从这边下去 下去之后就像缝书缝的方式 增上来 到隔壁下去 然后再到隔壁 这样子 这边我们刚刚 另外一边的 增的地方我们下去 把整个地板袜翻到背面 到背面 我们这边起头的这个地方 是个圆圈圈 我们把它拉紧 它就会变成一个圆形的 然后长线 藏在这个地方 这边固定了之后长线 拉紧了之后 白线 用这种方式打结 它会很牢固 然后往回走几针 就在我们刚刚缝的这一条 线上面 这边可以了 好 我们把这条线剪断掉 然后这边短线 全部藏在这个地方 就在旁边 绕上来 可以看到我是用白线 自己绑白线 它这样就非常老老 我们现在都打结 打好了 然后把这边线清干净 然后接着 我们翻到正面来 翻到正面来 我们要把 后面 脚后跟的位置 这一条也缝掉 我们拿另外一条线 挂线的缝 从这个地方 增下 从背面穿到正面 这边也同样 只要把位置固定好的时候 就行了 白线要留一小段 待会打结用 从这边 就把它固定好 缝法跟脚底板的 跟脚底的位置的缝法一样 只要把真的位置固定就行 然后从这边 刚刚缝的上来 这边 我们就两针 两针的一起过去 因为它这边 这边针比较多 这边针的行数 会比较少 这种袜子最好不要使用到 短针缝 短针来勾 短针勾的话 袜子会很硬 会很不好穿 这边 这边两针 这边 可以看到我 都是两针的这一边 然后这一边 然后这一边 这边也是 两针上来 这边同样 这一边 到这一边 可以看到 针数就会刚刚差不多 刚好的了 这个地方 然后从我们刚刚最后这一针 一针下去 然后到里面 把袜子翻到背面 我们这一边 做一个停止点 这个地方 往回走几针 同样打结 线 短线全部藏在后面的 这个地方 它就不会爆出来不好看 这边 我们把线剪断掉 我们把整个线头清干净了之后 我们再来做 袜子 袜口的 勾法 我们袜子后跟的 线全部清干净了 我们翻到正面来 我们翻到正面来 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的袜子 花样 两边的花样都是在侧面 可以看到 中间的这边都是白色的 如果穿的时候 反过来穿的时候 它这边也都在中间 然后外面就是白的 然后接下来我们要 勾这个袜口的 这一道缝的地方 才会有一个结束的 连贯性 然后我们使用红色的线 我们从袜子后跟的地方 开始勾起 我们先把线绕好 我们记得 我们勾的时候 这边是一针一针 这边的话是一个洞 勾两针 我们先要勾一行短针 我们从这个后跟开始 勾针下去 把线勾上来 这条短线不要太长 我们这边要包覆进去的 所以太长包覆的话 会很头痛 要包覆好远的位置 勾一针短针 然后到隔壁这边 同样可以看到 红线包覆在里面 勾短针 这边都一针一针的短针勾 这边也是勾短针 它就包覆进去了 就不会爆线在外面 这边 这边勾到袜子的中心点的地方 我们这边 我们这边先勾到这个地方的时候 我们再来做这边的 这一行不勾也可以 但是因为我觉得勾过的这一行 勾了这两行的话 它袜口比较会有一个束缚感 袜子才不会容易脱落 好这边可以看到 这边是长针了 长针的地方 我们要勾两针 可以看到同一个洞 勾两针 这边隔壁的同一个洞 勾两针 短针 两针 这边一针 两针 两针 然后我们跟这边的第一针 第一针的上面的这一针 连结引发出来 然后接着我们勾一针锁针 第二行这边我们就要勾回针 我们可以看从这个地方倒退 这边这一针上来 我们倒退到这边 把线从后面勾上来 结束掉 再倒退一针 勾上来 结束 再倒退 勾上来 结束 再倒退 勾上来 结束 我们就用这种方式把整圈勾完 我们这边袜口已经勾到最后几针了 我们把这边最后几针勾掉 袜子就完工 好这边继续做回针 然后再来往后到退一针 再往后倒退一针 然后再往后倒退一针 再往后倒退一针 同样往后倒退一针 倒退一针勾掉 最后我们再把这边补上一针 它会比较好看 然后我们把线从这边拉出来一点 然后线剪断掉 我们线从这个地方套出来 拉紧 然后用缝毛衣的针 同样我们要把这条线藏起来 我们藏在里面 拉到里面来顺着这个地方 走到这边可以了 我们拉起来它才会一样子的 然后我们从这边打一个小结 挑一条线起来打一个小结 然后往前再走几针 再把线剪断掉 从这边穿进去里面 到这边 我们把针整个凑出来 拉紧 然后剪线 这是我们这一次只瓶子子的样子 感谢观看